花蓮县商业总会理事长施胜郎 接下了寿风箱部落头目事务会 聘任的总顾问一职 并且在寿风箱公所举行的 部落事务会议当中伙伴聘书 乡长刘耀忠也特别到场 献花表示支持 为了让寿风箱部落经济更顺利 寿风箱部落头目事务会 特别聘请花蓮县商业总会 理事长施胜郎 担任寿风箱部落头目事务会总顾问 希望丰沛人脉与资源 协助带动寿风部落产业经济发展 这是花蓮县各部落的创举 而接下部落总顾问的施胜郎强调 他担任寿风箱部落产业经济总顾问 将为部落种资源展现特色 加强通路三个面向来努力 15川的 在同风这个 让我穿的这件衣服 跟你们站在一起 这个是我一生中 也是一个喜事意见 大家能够做不好 我讲了三年 我再催下来 三年给我表现 三年做不好 我自动下架 总定没有人下架 大家这三年 好好团体在一起 乡长刘耀宗感谢施胜郎担任寿风箱正的顾问之外 在工作繁忙之际还接下寿风箱部落产业经济总顾问 这是寿风箱一个新的起点 相信未来在顾问团主席 总顾问头目联谊会长副会长各头目的支持下 这是收风箱卖出的第一步 将来繁荣部落商机以及部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将值日可待 记者综合报道